《若望末世录》第十一章 然后给了我一根长芦苇 当作测量账 说 你起来 去测量天主的圣殿和祭坛 计算在殿内朝拜的人 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 不要测量 因为已交给了一民 他们必要践踏圣城 共四十二个月 可是 我要打发我的两位见证人 穿着苦衣 做先知劝人 共一千二百六十天 这两位就是 立在大地的主宰前的那两棵橄榄树 和那两座灯台 假使有人想谋害他们 必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射出 吞灭他们的仇人 所以 谁若想谋害他们 必定这样被杀 他们具有关闭上天的权柄 以致在他们尽先知任务的十日内 不叫雨下降 对水也有权柄 能使水变血 几时他们愿意 就能以各种灾祸打击大地 当他们一完成了自己做见证的职份 那从深渊中上来的巨兽 要同他们作战 且战胜他们 杀死他们 他们的尸体 要被抛弃在大城的街上 这城的寓意名字 叫做索多玛和埃及 他们的主子 也曾在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由各民族 各支派 各异域 各邦国来的人 要观看他们的尸体三天半之久 且不许把他们安葬在坟墓里 地上的居民 必要因他们的死而高兴欢乐 彼此送礼 因为那两位先知 实在磨难了地上的居民 过了三天半 由天主来的生气 进入了他们身内 他们就立足站了起来 凡看见的人 都起了大恐怖 以后 他们二人听见 从天上来的大声音 向他们说 上这里来吧 他们碎成这云彩 升了天 他们的仇人也看见了 正在那个时辰 发生了大地震 那城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人 就有七千名 其余的人都害怕起来 就归光荣于天上的天主 第二个灾祸过去了 看 第三个灾祸快要来了 第七位天使一吹号角 天上就发出大声音说 世上的王权已归属 我们的上主 和他的基督 他要为王 至于无穷之事 那在天主前 坐在自己宝座上的 二十四位长老 遂俯伏在地 朝拜天主 说 上主 全能的天主 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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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称谢你 因为你取得了你的大权 登上了王位 一鸣发了怒 可是你的震怒也到了 就是审判死者 赏报你的众仆 先知 圣徒 以及敬畏你名字的 大者小者的时候到了 并且 也到了 消灭那毁坏大地之人的时候 那时 天主在天上的圣殿敞开了 天主的约会 也在他的圣殿中显出来了 紧接着便有闪电 响声 雷霆 地震和大冰雹 被钓铐愁 靠